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冰与火主角演技排名 王一波进步明显 但还是只能排在后面 冰与火大结局 给主角演技排个名 王一波虽然进步明显 但还是只能排在后面 第一名 陈晓 这部剧陈晓拍得挺辛苦 他饰演的吴振锋不是在挨打 就是在去挨打的路上 先说冰与火中陈晓的造型 胡子拉叉 头发散乱 每次出场都是低着头 生怕被人看见的样子 这个样子和陈晓以前的白镜形象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要知道陈晓曾经也是出了名的小鲜肉一枚 嫩得就像能掐出水来一样 陈晓和其他的男演员不同 他年轻的时候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阴柔之美 这也是他的一大特点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 陈晓开始不断尝试各种角色 也不在意自己的形象 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他的原因 再说说吴振锋这个角色 为了帮父亲证明 为了给父亲报仇 吴振锋拿自己的命当筹码 这也是他无所畏惧的原因 吴振锋是个重情重义的角色 所以很多观众都特别喜欢他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观众对陈晓的演技还是很认可的 如果陈晓演的不好 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吴振锋这个角色了 第二名 刘亦军 刚看完黄磊和刘亦军演的张卫国的夏天 没看过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这是一部喜剧 所以一开始在冰与火中看到刘亦军饰演的杨兴泉出场时 还有点不适应 总是想笑 第一次知道刘亦军 是在伪装者中 他饰演的王天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亦军这个演员 正邪都可以演 无论是形象 气质 他都拿捏得住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冰与火中饰演的杨兴泉 可以那么好的伪装起来 如果只看外表 真的很难想象到杨兴泉是一个坏人 最妙的地方是 当大家都知道杨兴泉是坏人的时候 在看他 就觉得他既狠 又凶 怎么看都不像好人 这就是刘亦军厉害的地方 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 他总能抓住精髓 演的入目三分 第三名 郭晓婷 再次看到郭晓婷 第一感觉就是惊到了 这么多年 他居然一点变化都没有 第一次看郭晓婷的戏 还是仙剑三 那个时候的郭晓婷才十几岁 一脸稚嫩 再后来几乎没看过他的作品 直到与君出相识 在那部剧中 郭晓婷饰演蛮横无礼的顺德仙姬 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反派 那部戏 郭晓婷演的就特别精彩 他把顺德仙姬的那种讨人厌的叫饮活了 让人看了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 在冰与火中 郭晓婷饰演的杨玲和顺德仙姬是刚好相反的两个角色 杨玲从小就失去了母亲 父亲也不在身边 可谓是孤苦伶仃 这种情况下长大的杨玲 对身边的人和事物都特别珍惜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父亲 居然是最大的坏人 知道所有事情后 杨玲大意灭亲 帮助陈宇 协助警方将自己的父亲绳之以法 看着最后杨玲的模样 真的让人心疼不已 第四名 王一博 在冰与火中 王一博饰演警察陈宇 陈宇是一个有干劲 胆大 心又细的人 他和吴振风的兄弟情和默契配合也是这部剧的一大看点 此前看过王一博出演的风起洛阳 那个时候王一博的演技还不娴熟 这次出演冰与火 能看出他的进步确实不小 冰与火中有一场 陈宇的哭戏 压抑的哭戏 不能嚎啕大哭 要努力忍着 又要哭出来的那种 王一博的这场哭戏演得十分精彩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痛苦 还有那种压抑 不过虽然有进步 但王一博和其他主角演员的演技相比 还是差不少 当然 王一博还年轻 只要他继续这么努力 相信演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除了几位主演冰与火中配角的演技也都十分出彩 比如演好东的龚磊 演万赫达的冯家仪 正所谓红花还需绿叶衬 没有他们的出色发挥 冰与火这部剧也不能这么好看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